下面各位看第三组 PART THREE NEGATIVE SENTENCES 否定句 否定句还是跟现在是我们讲B动词的时候一样 就是把B动词后面加上一个not was加上一个not 就是was not 合起来念wasn't w-o-w-o-w-o-sint S都字的声音wasn't 也有美国人念wasn't 都可以 不过念w-o-w-o-w-o 的人比较多 唸w-a-w-a-wa 的人比较少 所以希望各位多多的练习wasn't wasn't w-are后面加一个not 就是w-are not 不过经常在绘画里面都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念 念w-w-o-w-w-w-o-w-w-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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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w-w-w warrant,warrant,nt就好了 好,这是这两个字 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 是怎么连起来发音的 下面我们就是多念就好了 was not,were not,这就是否定句 I was not angry yesterday 我昨天没有生气 You were not absent yesterday 你昨天没有缺席 He was not a dentist in Hong Kong 在香港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dentist,牙医生 这些在别的地方 我们说在别的地方 意思就是说不在美国 不在这个Los Angeles 等等的这个意味 所以在来到美国之前 他不是什么什么 那是过去式 第四句 She wasn't a government employee in Japan 他在日本的时候 不是做公务员的 公务员我们再读一下 government,government 政府,employee,雇员 政府里面的一个雇员 第五组 It wasn't cloudy last night It wasn't cloudy 这个it 最前面那个字就是讲天 这个it这个字经常代表天气 经常代表时间 所以我问你现在几点钟 What time is it? 你讲it is 9.30 那现在是九点半 那么it is 现在的时间是 时间不要讲了 不要讲the time is 就是it is就好了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it is running 天气正在下雨 你不能讲它正在下雨 所以这个it 你干脆就把它翻成天气 干脆就把它翻成时间 干脆有的时候 可以把它翻成距离 距离多远呢 How far is it? 有多远呢? it is 这个距离是 three miles 但是距离也不要讲distance 要讲it is three miles 好了 你先记这三种好了 其实it这个字 代表别的东西还很多了 代表七八种事情 你先记得 我们刚刚讲的 代表时间 代表天气 代表距离 都是用it来开始就好了 It wasn't cloudy 天气不是阴天 last night 昨天晚上 并没有阴天 第六句 we weren't at the movies last night 我们昨天晚上 没有再看电影 at the movies 就是在电影中 不是你演电影 是在电影院里面 不再看电影就好了 第七句 they weren't they weren't farsighted five years ago 他们五年以前 还不是远视眼 farsighted 远视 的 加上t的 e-d就是的 近视眼 我上次讲过 就是nearsighted n-e-a-r nearsighted 你会不会问这句话 你的儿子近视不近视 有没有造出来这句话 你的儿子近视不近视 对了 这是b动词的句子 your son 是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前面是个什么动词 是is r还是m 当然是is 你讲r就错了 不是r your son 是is your son 你的儿子是第三人称单数 is your son 好 就这几个字 三个字 再加一个字 nearsighted nearsighted near跟sighted的中间 还用这个连字符 一个hyphen 这个叫hyphen 把它连起来 好的 我们现在会讲 远视眼也会讲了 近视眼也会讲了 nearsighted farsighted 他们五年以前 还不是远视 远视眼 差不多到四十五岁以后 每一个人都渐渐的远视了 第八 Mary wasn't in Virginia last week 玛丽这个女孩子上个礼拜 并没有在Virginia 维基尼亚州 是在美国东部的一个州 很多美国的女孩子叫做Virginia 有这个名字 女孩子的名字 好的 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三组 就是这一个否定句怎么讲 把was后面加一个not 念wasnt 把word后面加上一个not 念weren't